1点直播室,我去袁思恒 我是罗天盈 政府下调本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至到3.2% 认为第四季仍然能够保持增长 但是增幅不持预期 至于第三季的经济增长 维持初值4.1% 阮智聪报道 外围经济以及政治局势不稳 拖累本地经济前景 政府将本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由8月时预测的增长4%至5% 下调至3.2% 是今年第二次收定 政治局势紧张 一些先进经济体继续加息 利率继续高企 影响到一个外部需求比较弱 其实影响不止货物出口 因为整个环境这么差 都会影响到本地消费的气氛 仍然是稳定的 整体来说 但是相信都会和我们最初预期 有点不同 至于本港第三季经济增长 维持初值的4.1% 期内私人消费开支升6.3% 整体货物出口跌幅 比起上季收窄至8.6% 整体楼市表现也更疲弱 住宅物业买卖合约总数 比起上季下跌2.5% 去到9174份的低水平 日前更出现东涌东站第一期 录得零标书即场楼标 利率有比较高的情况下 发展商会比较审慎 这个都是意料之中的 包括楼市也好地价也好 其实都受到很多因素影响 包括整体的宏观经济环境 包括利率的走势 整个市场的供求平衡 暂时来看 可能短期内都可能都会比较审慎 通胀方面当局预期短期内将会持续温和 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 会由8月时预测的2.4% 下调至2.2% 有线新闻院志冲不道 近日多幅土地楼标 完成房经的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 受外围经济环境影响 发展商比较审慎 不难理解 当我们世界的环球经济环境 其实是充满变数的时候 香港作为一个向外的经济体 一定是难免都受到影响的 他们就着投地 持着一个比较审慎 甚至保守的态度 我相信都不难理解的 最重要都是政府 对于我们自己 未来我们做地的决心 是不能动摇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其实做地 都是为了希望我们有足够的楼房供应 还有我们的经济用地 包括产业用地 我们都能够照顾到那个需求 所以我想这个方向 我们是要认清和向前走的 凌汉豪同发展局常任秘书长刘俊杰 北都办主任邮策衡 三日访经期间 参观了中关村科学城 拜会住建部 截然资源部等 最后一日拜访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回报北部都会区 同交易周人公岛的进展 凌汉豪说夏宝龙表达 中央的肯定和支持 他表示感谢 团队会继续做好工作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 国安法第55条是例外性条款 他不传测会不会引用条文 将国安案件移交内地审理 又说对本港法庭有百分百信心 邱慧尔报道 继美国国会议员动议 香港49人制裁名单 10个外国天主教领袖联署 要求释放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有评论认为有机会触发国安法第55条 将国安案件移交内地审理 55条是一个例外性的条款 至于会发生什么事 我是不希望 也觉得不适合作出任何的传册 我可以说是百分之一百有信心 为什么 看回过去三年来 国安法不是今时今日才出现 三年来 大家也都见到法官 或者法庭处理了 不是很多 不过也都有 也都大家很关注 大家很熟悉的国家安全案件 请问有哪一宗 理性合理的人可以跟我说 说法官在这些案件里面 是没有行使到他们的独立审判权 是没有忠于他们法官的誓言 是依据证据和法律去判案的呢 我相信的答案 我很肯定是没有的 来到《基本法》23条立法 怎样咨询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八指草案不是罪有效率 临定国就重申未有罪终定案 至于立法的具体时间表 他说会适时公布 有线新闻一位而报道 被点名制裁的高等法院 首席法官潘兆初说 《基本法》保障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 法官不偏不倚 依据法律行事 我们的判案都被制裁判 我们的判断都被制裁判 在一个立法罗里 ashing一遍 并没有别再次 他们的判断会 自身与自负 寻找 本法院 我们的判断属定 有判断行判断 在香港的 har tam摆断法官 众执行判断 判断上 判断的堂监 判断 规团 中聯辦副主任劉光源說 美國制裁動議有違國制法 任何嘗試破壞一國兩制的舉動注定失敗 基本上了解 Wagner的政法法 就不僅然厉害,不僅僅僅僅任何法律 如果並非法定通行,根本不僅僅僅僅居然 反彈因 conveyor法 和法律會議隱約 制裁就在新法律法 保駕集団人性不醜 and judges and safeguard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Facts have proved time and again that intimidation cannot suppress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Any attempts to disrupt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and undermine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s are doomed to fail. 欧洲和南韓藏室围患 市民都担心会不会传入香港 网传机场快线的列车发现藏身 港帖说检查后未有发现 已经高温深层清建 有乘客说会提高警觉 吴俊报道 网上流传相片 说在机场快线列车的座位椅背上疑似有藏室 港帖说星期四晚接到乘客通报之后 上车检查没有发现 列车即时驾回车厂 彻底检查和高温深层清洁 我们早上过两列机场快线的列车 都找不到室的蹤影 看看会不会有藏室 看看会不会有藏室的蛋 不过藏室蛋就比较小 就难看一些 或者说都不担心太多 已经都决定了出去玩 就不要想太多了 不知道 但会担心 因为这个是很基本的卫生 没办法的都是要搭 但要小心点 要东往西往下 机场快线用的不是金属座位 而是涌无 隆隆隆隆都成人暗藏邋遏 港铁华会加强检查车站和车厂 清洁这些非金属座位等 有异常会翻厂处理 机场快线 高铁 滴线离线所有列车 和东铁线的头等车厂 今个星期起会深层清洁和防置重室 有线新闻吴俊报道 二九巴为了防范藏室传播 用清洁消毒剂 清洁座椅 扶手 安全带 地板等车厂设施 同时增加清洗车厂的次数 会密切注意车厂卫生情况 适切跟进 民建联建议政务师副师长领导的 环境卫生及使用小组 加入防止藏室输入和传播的工作 因为我们牵涉到的机管局 亦有港口科 固然亦是与环境局以及医卫都相关 所以他们是要一个跨部门的协调 然后希望就着高风险的地方 离香港的飞机或船舶 都需要做一个消毒 尤其是对于那些行李 我们是需要相关的部门 将这个床室都加入第三层次的 情报机制来 让我们的医生如果在诊病的时候 看到原来发现有床室的时候 起码有一个渠道来做情报 他们建议房屋处主动找环境较差的公屋单位 协助有需要的住部灭室 同时要尽快制作防止藏室传播小冊子 又是一会儿 发现新闻时间 副总理何立峰在美国三藩市和美国财长耶伦会面 何立峰说会寻求令双方经贸关系重回正轨 耶伦就重申无意和中国脱欧 预计两人亦为中美元首下星期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的会晤铺路 凭天情报道 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耶伦一年两日在美国三藩市会谈 何立峰表明其中一项重要任务 是进一步具体落实好两国元首的共识 他形容至今和耶伦的对话具建设性 会就中方关注的经贸议题和美方沟通 包括改善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和营商环境 并且寻求有效措施令两国的经贸关系重回正轨 美国有没有想要从中国脱离 全的我们的经济分析会为两国的经济分析 与我们的国家和世界上 耶伦说会向何立峰直接提出中国的补贴措施 妨碍美企和工人得到公平竞争环境等问题 避免误解和误判 但会继续采取针对性行动保护美方和盟友的国家安全 内地媒体早前说何立峰会要求美方回应六大关切 包括美国对华经济政策 供应链 半导体政策 在美国华企的公平待遇 针对中国营商环境的抹割 和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何立峰此行也都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可能在下个星期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晤铺露 有线新闻彭天情报导 中国和菲律宾船隻在有主权争议的南海人外礁水域冲突 众方批评非方侵犯主权会继续采取必要执法措施 而非方就谴责中国海警船射水炮批评行动危险和魯莽 彭天情报导 网上片段看到星期五早早大约7点半 相信分别属于中国海警和菲律宾部级队五艦艇 在南沙群岛仁外礁附近海域互相追逐和穿越航道 菲律宾说当时舰艇进行定期轮换 并向仁外礁割潜的军舰礼行补给 其中一架飞方的运输船在仁外礁附近被中国海警和民兵的船艦和仗皮艇 分别用水炮干扰 又用骚扰方式试图改变飞方舰艇航道 批评中方行动老妄和危险 谴责是无端的脅逼和危险举动 危及飞方人员安全 质疑中方呼吁和平对话的诚意 并且已经透过驻华使馆和外交部向中方提出抗议 中国海警局就说 飞方两只小型运输船和三只海警船 未经过中方允许 先自闯入仁外礁附近海域 海警依法进行跟踪和监视 采取管制措施 并且对飞方运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作出临时安排 中方已经向菲律宾驻华使馆提出验证交涉 批评飞方侵犯中方主权 违反国际法和中国和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促请飞方船隻尽快离开 中方重申人外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将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维护领土主权 有线新闻彭天程报导 区议会选举全数399个参选人 获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提名有效 正式成为候选人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主席的区议会资格审查委员会 完成审查171个参加地方选区 和228个参选地区委员会界别的人 认为全部符合拥护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区法定要求和条件 裁定提名有效 已经刊献公告全部候选人的姓名 地址和候选人编号 元朗楼浮山有猪场爆发非洲猪瘟 全场超过5600只猪业扩殺 渔户处人员连续第二日杀猪 日本地猪龙说 非洲猪瘟传播渠道多 业界人心旺旺 王俊轻报道 香港一年之内第二度有猪场爆发非洲猪瘟 今次的猪场在楼浮山沙桥村附近 穿着保护衣的渔户处工作人员继续销毁猪脂 渔户处的人员注入二氧化碳 之后由兽医检查确认 猪脂的尸体由货车运去堆填区 渔户处星期二首次公布这个猪场 有六只猪对非洲猪瘟呈阳性 之后再抽氧化验 发现再多六只猪感染猪瘟 下令全数扑杀猪场5600只猪 在这个猪场三公里的范围之内 还有另外三个猪场 渔户处说为了审慎起见 已经禁止他们输出猪脊 直至另行通知 刘汉杰同样在楼浮山经营猪场 不过距离事发的猪场大约7公里 未受影响 但他说非洲猪瘟传播途径广泛 业界人心惶惶 很多香港的肉製品或冻肉 其实都可能是带有非洲猪瘟的病毒 而可能没有检测得到 被人吃了之后 或者扔在垃圾桶上 被野猪碰到 或者这些肉製品也有机会 透过人带入到我们的农场 而碰到猪中 令他们受感染 他说一个猪场由被扑杀 去到重新输出活猪 大约需要两至三年的时间 政府虽然会按市价赔偿消毁了的猪 但远远不能够補偿重新养殖猪值的开支 有线新闻王俊谦不道 食安中心发现 有来自日本售管制院的水果 和海棕产品进口本港 涉嫌为例的是五盒来自匿木苑的士多啤梨 未附有辐射证明书和出口箱证明书 另外一款海棕产品 怀疑是千叶原製造 产品已经封存 没有流出市面 中心正是调查事件 如果有足够证据 会检控尽喉伤 中央外办主任兼外长王毅 会见日本内角特别顾问秋叶江南 敦足日方采取具体行动 改善两国关系 王毅昨日在北京 同兼任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的秋叶江南 举行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机制初商 王毅展述中方对两国关系的原则立场 指出改善和发展关系的正确路径 和就福岛核污水排放 台湾等问题表达关切 秋叶江南促逞中方解除对日本海产的封杀 双方同意保持沟通 推动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相信两人亦都为两国领袖可能在下星期 举行峰会做准备 举行峰会做准备 举行峰会做准备